身穿白襯衫的男子被警方壓制在地 他就是藝人余天的女婿陳健 原來他涉嫌詐騙案 鏡頭搖晃警方激烈逮人 在陳健身上搜出200萬髒款 以現刑犯逮捕 來上車 等一下沒有扣的東西 等一下都會還你 眼見逃不掉只能乖乖配合 但其實陳健一開始還說謊撇清關係 余天女婿被逮之後 先是一臉錯愕 接著是拿出一張余天辦公室特助的名片 強調自己是正常民眾 根據檢警調查陳健在詐騙集團中 擔任車手頭 負責轉交現金給上線 或是把髒款轉購虛擬貨幼鈍 屬於第三層車手 5月1號被法官裁定羈押 藝人余天女兒余苑琦 在2022年8月癌症過世 小他4歲的老公陳健 半妻抗癌不敵不棄 沒想到卻變成詐騙集團 消息傳出令人唏噓 不是不只驚訝而已 很可恥 怎麼事情不做 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我最氣的就是 不容詐欺的行為 還做車手的頭 真是不要臉 余天動怒料狠話 痛斥女婿設詐很可恥 余天兒子余祥全 則是低調回應 真的不清楚 會去店關心一下狀況 目前檢警擴大溯源 追出詐團幕後成員 希望把被害人的血汗錢 通通追回 好